大家好 這件是我從2014年穿到現在的羽絨衣 OK 它的功用只有在營地的時候 晚上到營地才會拿出來穿 行進間是不會穿這一件 因為行進間如果說穿雨衣來擋風 還是會覺得冷的話 那麼我就會多帶一件化仙的外套 對 因為化仙外套它通常比較容易抗風 然後如果說有飄點小雨的話 它也不會馬上失去保暖的功能 而會用到化仙外套走路的時候 通常是在可能是 一月到四月之間吧 看情況有的時候十二月也會很冷 也說不定 OK 而這一件我不會把它穿著走的原因是 有的時候就算天氣很熱 我們走的時候有太陽出來的話 那體感溫度一下子就會上升 那個時候穿羽絨衣可能就會覺得很熱 但是脫掉又會冷 所以說這一件我從來都只有在營地的時候才會穿 偶爾有的時候摸早黑可能三四點四五點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真的很冷就可以穿著它稍微走一下 然後等到天稍微亮一點的時候 可能就差不多可以收起來了 好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如果到了營地 只穿這件羽絨衣還不夠暖怎麼辦 那首先我們可以穿雨衣 對 雨衣可以擋風 那也可以隔絕冷空氣 這樣子可以提升它保護的功能 如果說我預期天氣會不好 行進間可能會下雨 會穿到雨衣的話 那麼我會多帶一件風衣 像這一件 因為行進間可能穿下雨穿雨衣 有可能雨衣它還是會濕掉 那到了營地濕掉的雨衣 那就不能夠再這樣子搭配來穿嘛 所以我會多帶一件這種風衣 OK 而像這種冷天氣的話就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行進間就有多帶一件這一個 好 五月到十一月中間這一種 不會多帶一件花仙外套 然後到了雨衣地 我們就算穿了雨衣 還是會覺得冷的話 那怎麼辦 那就早點睡覺 然後我們有很溫暖的睡袋 OK 就不要浪費睡覺的時間 對 早點睡隔天早點起床 早點出發 這樣子也是很好 這件是我在過年前時候買的 那個時候看到它很便宜 對 首先可能是因為它的顏色 OK 再來是它是女款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衣服來講好了 女生的特價總是會比較多 對 我在想是不是因為 女生比較挑顏色 有些顏色就是賣不出去 OK 好 這個先不管 而不過呢 這一件它是輕量版本 對 它大概比我這一件 輕了將近五十公克 而它會比較輕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表布在數據上是比較薄的 然後呢 它的羽絨的蓬鬆度 就是所謂的 Fill Power FP 它是一千FP 這一件呢 是八百FP 對 如果說這兩件的保溫 保暖的能力是一樣的話 那麼使用的羽絨越蓬鬆 需要填充的羽絨就可以越少 那就可以減輕它的重量 雖然是女款 因為女款的M號官方的規格 它的胸圍是使用36吋到37吋 那我的胸圍就是差不多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我覺得就算是女款 只要尺寸OK的話 應該也是一樣可以穿吧 應該沒有人在乎我穿的是男生的外套 還是女生的外套 OK 那我要買這一件的時候 當然也去查了一下它的 大家對它的評價 因為我會擔心它不夠保暖 對 因為它又輕了將近50公克嘛 那當然 我在找的過程當中 對 也有說它OK的 也有說它不夠保暖的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如果說以衣服來講 像羽絨衣它的最主要功能是保暖 我們去查任何一件羽絨衣 都一定有人說它不保暖 對不對 就好像我上個月在看冷氣 對 那只要它標榜是聲音很安靜的冷氣 就一定有人說它不夠安靜 OK 好 不過這個我們都可以納入我們的參考 我在買裝備的時候 其實我首先看的不是人家說它哪裡好哪裡好 我首先看的是人家說它不好的地方 然後我再看人家說它不好的地方 是不是我很在乎的地方 譬如說這一件它的帽子 OK 是沒有不能夠拉緊的 那有的人就說走路的時候帽子都會被吹掉 就會冷 那以我來說的話 我都只有到營地才穿的話 那這個缺點我就可以不用去在乎它嘛 對不對 好 這個是我在挑裝備的時候 然後我的看法 其實昨天有人有提一個問題 就是問我說 我的裝備都沒有歐多納的裝備 對 好首先 我不知道歐多納的裝備好不好 因為我沒有用過 再來就是我在網路上面 我不容易找到歐多納裝備 其實歐多納也是以衣物為主啦 歐多納衣物的品價怎麼樣 我找不到 所以說我會去買我找得到的品價 在美國有一個裝備的評比網站 我主要都是以那個網站 有評比的裝備為主在購買 譬如說 有另外一件羽絨衣 在這個裝備的評比網站 跟這一件不相上下 對定價也差不多 但是我會買這件的原因是 食豬鳥它的價格不容易掉下來 對 那曼塔哈威爾它在每年的一到三月份 其實一到三月份都是 他們在賣去年度的東西 所以我還是會 能夠買到它的折價 它的折扣比較大的裝備的品牌 對好這個稍微另外講到 然後呢 在農曆春節期間 我又看到 這一件 的折扣也很好 這件跟這件一樣 是正常版本 就是它的鋁龍蓬鬆度是 800FP 那這件也是女版的 那 這件是M號 這件是L號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 那M號 雖然說我的胸圍可以 不過會不會因為它是女版 版型不一樣 我穿會有點小呢 那這件是L號 我就想說那我就 再買這一件好了 如果這件太小還可以賣掉 好 其實我現在在買東西已經很節制 唯獨遇到登山用品 有時候就是會 會暴走一下 OK Anyway 那買回來了嘛 我試穿 它還是可以啦 只不過腋下這邊 有點緊緊的 如果是行進間 會不方便 會覺得卡卡 但是我都在營地的話 其實還是可以 不過呢 L號穿起來 還是比較舒服一點 那我就想要比較這兩件 的保暖度怎麼樣 不過在家裡這樣子穿 其實好像都差不多 所以呢 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我不知道這個方法 量出來的正不正確 不過 因為我有這一種 電子式的溫度計 我就把它 放在我的上衣這邊 有一個口袋 我就把它放進去 然後 拉起來 那個時候的室溫是 20度 我就這樣子把它放進去 5分鐘 然後拿出來 紀錄一下它的溫度 再讓它回到20度 再放進去 這樣子 這一件 測了三次 這一件 也測了三次 然後我有另外一件 化仙的外套 這件其實我都是在三下穿而已 對 這一件我也測了三次 然後 測出來的話 它的這兩件 三次平均下來 就差不多是28度 PALAGONIA 那一件 化仙外套 測出來 三次平均是27度 好 以重量來講 PALAGONIA 那件比較重 那包擋度還比較差 所以說 羽絨跟化仙 在保暖方面 還是 羽絨還是有優勢 OK 好 這是剛好有一件 一千VIO POWER 八百VIO POWER 那原則上 是同一個廠牌 又是 同一個型號 對 我們以前都知道 原則上 羽絨越蓬鬆 它 應該 越保暖 對 那這次這樣測下來 其實 似乎還真的是這個樣子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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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